大家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304期 今天是2024年8月22号星期四 今天是我做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304期 刚才说过了 就是有一个叫唐元俊的一个间谍 被FBI逮捕了 我今天听的题目是鼓吹假基督徒高智慎的间谍唐元俊 民众副主席 民众副主席唐元俊被FBI逮捕了 鼓吹假基督徒高智慎的民政副主席唐元俊被逮捕了 这个唐元俊我开始以为他可能是基督徒 但是我没收到 今天我看刘刚的那个推特发现有个叫唐元俊的人被逮捕了 以前没怎么听说这个人 但是我一收我当然就研究基督教回去控制就好 看那是不是基督徒被捕啊 那个前面抓了没多久 那个朱玉夫又跑出来了 然后是还有个好多都装成基督徒的 但是这个唐元俊的确没有装成基督徒 其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控制住的 唐元俊他是民政的副主席 这是美国的官方网站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 你看他是在各国安部合作 他应该是一开始就是间谍 一开始据刘刚的推文 刘刚的茉莉花革命 这是刘刚的茉莉花革命 你们去看哈 他在监狱里边和刘刚一起改造 其实就是卧底间谍嘛 就专门党配的一个间谍 然后跟真正的这些搞民运的 像刘刚这些一起就是探听他的消息 他的生活作息时间都通通被他探知嘛 就像跟那个以前王明道做监的时候 他同监的一个监狱叫王科道 专门你叫明道我就克道王科道 专门的克他 那都是中共的见点 这个唐元俊也是这样的唐元俊 FBI逮捕中共建的唐元俊 闲聊我认识唐元俊 你们去看特别精彩 特别精彩 然后这个民主党 还有这个民政 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 说实在的都是党领导的反共主持 所以说党领导的基督教也是这样的统理 就是党领导的法轮功 党领导的佛教 这就是我要做的这个东西 弟兄姐妹们 离开这个圈子 所有的这些反共的有组织的 都是党的 都是长的 你如果不怕死 你可以跟着他们去闹革命 所有的 只要跟他们打交道的 通通都是党领导的 只有你是韭菜 如果你是上东搜变的 只有你一个是韭菜 所以说新闻特别多的 我们再看他的民政副主席 民政 我们再跟民政的成员 民主中国阵线 现任是秦境 严家齐前的人也信耶稣了 万人难好还没有死 这些还有盛学 盛学这个时候在加拿大的 这其实都是党的领导的 都是党的人 党的人 然后王他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唐 唐他在哪里 我给大家试试看一下 他是哪一年的 2006年吧 是副主席啊 这些东西 秦境 欢情 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看见好多人 盛学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多 金秀红 这个是基督徒 好多 好多都是假基督徒 好多这里面 你看 盛学 唐元 俊 这些都是副主席 副主席 然后里面基督徒特别多 我就不一个一个的论了 你看他出演过很多次 2014年 2015年也有他 2014年 反正现在的民政是主席是谁 主席是秦境的 好像这个也自称基督徒 这个金秀红肯定是自称基督徒的 就是干涉美国大选支持川普的时候就有他 就有他基督徒 张建也是早死了 张建也是 也副主席 这都是基督徒党的人 盛学倒不是基督徒 都在里面 石青 石青这也是基督徒 是加拿大的吧 全都是党的人 全都是党的人 弟兄姐妹们 离他们远一点 吴建民 夜宁 这都是党的人 现在已经抓了很多这种搞明的 很多搞明的 接下来会抓的更多 我们看看什么时候抓复西秋 复西秋还是这个复西秋 什么时候被捕 复西秋 什么 复西秋 什么 之后 被捕 好 弟兄姐妹们 我就坐到这里啊 就是说要远离这些东西啊 他们鼓吹假基督徒高之圣 我就查到 我以为他会装成基督徒的 好像没有装成基督徒 但是他一样的要鼓吹 鼓吹这个基督啊之类的这些 你们自己看就看得到了 有 但是新的东西来了之后 他就没了 新的东西来说 旧的那些都消失掉了 真的是 跟你 算了 我就不找了 弟兄姐妹们 就这样吧 你们有空去看看 刘刚的这个故事 特别有意思 他里面提到了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啊 这些东西都是党建的 都是党建的 都是网友财吧 中国共产党的 他们做了浙江的 很多浙江的那个张灵 还有个沈梦尔 他们都是一起的 都是装成基督徒出来的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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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